中华職棒兄弟相的看板球星彭正敏 在这个球季结束之后成为自由球员 其他三支球队也释出了善意 其中牛队还开出了三年两千一百六十万元的合约 但是彭正敏在详细思考之后决定继续留在兄弟相 这一份新的合约内容包括了五年球员 以及五年的教练合约 虽然月薪五十五万只比先前的五十三万多了一点点 但是彭正敏认为这是很有保障的合约 彭正敏这手一握代表着他将继续为兄弟相效力 也就是说其他三队也都没有希望了 被恰恰视为相当有诚意也相当有保障的这份新合约 包括了五年球员合约 月薪五十五万表现最好可到六十亿万 但如果出赛场次少于五十场月薪五十万 另外还有五年的教练合约 彭正敏在兄弟相待的十年一直是相对最重要的指标球星 球团也不会严能把他留下来对球队意义重大 如今尘埃落定 相迷们也总算放下心来 看到恰恰继续穿着黄山打球 介绍沈志明台北报导